我們來跟同學分析一下 我們分享一下說這個 考試前要注意哪件事情 第一個拜拜 那拜拜的話齁 你要帶這些東西去 2B的筆 還有帶這個準考證的銀粉 你不要整個準考證放在那邊齁 準考證放在那邊到時候 拜一下可能被他幹走就完蛋了 所以記得要帶這個銀粉 然後還有帶包子粽子 它還有這有象徵性的意義都知道嗎 包粽 然後聰明算 就是會算 好就是這個 在這裡去拜拜 那你說要拜那要拜哪些神領啊齁 這個是以前 我在準備考試的時候 那個 補習班的老師跟我們講的齁 就是 如果說你要考公立的學校 你想要考 國大領 你想要考旭光 那你就要拜文昌帝君 然後如果你想要考師校 比如說你想要考什麼 童叉 對不對 童叉 或者你想要考什麼 輕叉 哪一種 輕叉高中 對不對 哪一種私立學校你就要去拜 那個 孔廟 因為孔子開師期的啦 好 然後還有要拜你在哪裡讀書 那讀書那個地方的土地公廟 土地公廟 所以你要拜拜 就看你要拜哪一個 那土地公廟大概都是拜的 可是你如果說 都在家裡讀書的話 你家裡附近的土地公廟 去把它拜一拜走一走 再來 睡眠齁 那個現在 從現在開始上剩幾天 是不是那時候時間讀了 十九十八天嘛 對不對 那個睡眠時間一定要固定 你說每天十一點歲 你就十一點歲 一個習慣大概一個月左右可以養殖 你說以前睡眠時間不固定的空間 現在開始你的睡眠時間要固定 要是你現在睡眠時間固定的話 到時候考試前一天 很有可能就會失眠 所以從現在開始你的睡眠時間要固定 考試前一天也不要提早歲 提早歲 平常十一點歲早上就累起來 對不對 那你考試想說明天要考試要早一點歲 你八點歲 就清晨三點起來 那你隔天就完蛋了 所以時間固定 那如果說你會怕失眠的同學 說怎麼辦 被安眠藥千萬萬不要吃安眠藥 安眠藥吃下去你隔天不用考試 那個安眠藥吃下去你隔天起來不會說 精神很好不會喔 那安眠藥吃下去你隔天一睡起來 那怎麼會脫昏沉沉的 所以絕對不要碰安眠這樣 你說怎麼辦呢 還是會怕對不對 那個失眠啊 那你可以吃這個退黑激素啦 退黑激素 那個退黑激素因為就吃那個一次啦 你要先看看自己會不會過敏 還會不會有什麼反應 應該是不太會啦 因為這個是比較天然的基礎 這個隨便要求給我買 幾個三五個朋友一起去買 買一點點 就是那個好事前一天準備好就好 因為這個我們身體本來就會昏迷這個退黑激素 這個退黑激素被這個睡眠的幫助 所以那個晚上睡覺 我覺得晚上睡覺也要把燈關掉 因為你燈關掉 沒有光的刺激的時候 真理才會分明的退黑激素 所以要燈關掉 如果說你怕失眠的同學 或者是你有10點蹲下睡著 但10點還沒睡 還是睡不著 不知道怎麼睡 那你可以試一下退黑激素 這個比較不會有肉質左右 第三個 康菲特啦 康菲特這是我的鄰居啦 小時候他都穿給我的 那我個人覺得還蠻有用的 因為那個鄰居好像建宗嘛 你也知道嘛 好像建宗講什麼話 就是混為歸滅 對不對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這個 然後我自己有嘗試看看 我覺得效果還不錯 康菲特就是 他是7都有在賣 那個各大7都有在賣 或者是什麼 加熱服也有在賣 那這個康菲特齁 你不要考試當電視 你要趁學校的時候還有模擬考 對不對 模擬考的時候喝看看 或者是斷考的時候喝看看 因為你要知道 有些人對這種東西會害事嘛 好像每個人其實不一樣 所以你要在模擬考或者斷考的時候 先試看看你身體對他的反應怎麼樣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這對我來說效果是蠻不錯 因為我在以前在學校模擬考的時候 我就有產生過 然後我在寫那個考卷寫完的時候 我有一題我一看我就是 我就一點感覺都沒有 我就根本就是放棄 好那一題我就放棄了 然後我想完 寫完以後 再回來看他 我就覺得我的思路變得很清楚 變得很清楚 然後那一題讓我想出來 那一題全校不到三個不對 全校沒有三個不對 那我還是沒有寫出來 那很多老師都說 我那一題太難了 所以他還是沒有想出來 所以 我覺得效果實在還蠻不錯的 那你說 那這樣我就不要犯出吧 我就出來多喝兩罐 對不對 差一罐 同學 他如果說可以讓你思路變得很快 那你的思路 左邊 右邊 一直跑 一刷 一刷 全部都空的 有用嗎 沒有用 所以還是要賭出 不是說是後面喝下去就好 那這東西要怎麼使用 比如說 對 第一個 不能喝冰的 請喝室溫 所以最好前一天就買 就要當天買 男生還好 就是男生當天買的話 你去Saven買到冰冰的話 你就放火袋 一下子熱 來看 所以這個男生還可以加熱 對 把體溫來給他加熱 但是女生就比較麻煩 所以我建議前一天去買 你要喝冰的 你要喝室溫 因為 有的人 長大喝冰的 會狂烙散 對不對 欸 這是有人 你們只是不知道喔 像我啊 有個以前 高中的 欸 高中 國中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會這樣子 我只是覺得說 為什麼每次 喝完以後 喝完 冰豆漿都會烙散 我以為我不能喝豆漿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認為說我只要喝豆漿就會烙散 是這樣子 我只要喝冰的就會烙散 欸 那是我 很久很久以後 我才自己揮他出來 所以我現在早上就來喝冰的 那有些人 你可能還不知道這些事情 你早上也吃 喝冰的會烙散 啊 你就不要喝冰的 你把它放到室溫下去喝 那這要怎麼使用呢 比如說 8點 好 8點30分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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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大概前15分鐘喝 8點 15分鐘喝 因為那喝下去 會有一段時間 才會開始發揮效用 對不對 好 這不是藥 這不是藥 但是大概總要一點時間 才會發揮作用 那 你要怎麼使用 像 我會建議啦 早上買一罐 然後8點15到8點 8點15分就喝一半 然後 10點的時候 不是還會考試嗎 10點30分考試的話 大概前15到20分鐘 10點15分再喝一罐 啊 再喝一半 不是一罐 再喝一半 所以你看早上 是不是喝掉一罐 下午一樣 用相同的方式 都提前15分鐘到20分鐘喝 下午是不是又喝掉一罐 隔天是不是又喝掉一罐 所以你 不用喝幾罐 三罐 那就三罐就好 嘿 這樣懂不懂什麼使用嘛 這個還好啊 我們在考研究所的時候 一煎 一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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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 一煎就喝兩罐 我烤十煎就喝20罐 那一個月以內 我烤了十煎 我喝了20罐 那每天都要再喝那個 嘿哈 它會讓你的精神狀況 會稍微好一點 那我只有 因為那個 以前的你幾次跟我講康菲特 我只有試過康菲特 你說哥哥 滿年有沒有效 你忘了 好 那個我不曉得 那個 你要自己嘗試 你就自己去嘗試 那個我不曉得 我只知道這一個 好 再來 飲料 同學 考試當天的飲料 它也是很重要 我會介意一桶水 就乾脆叫做水 要不然你水不要喝就喝咖啡喝就好了 喝咖啡喝就好了 喝咖啡喝就好了 好 那有人會說 我 精神狀況好像不是很好 我喝咖啡 同學 喝咖啡 那就完蛋了 你就犯了大雞 好 因為那個咖啡裡面會有那個咖啡力 它會幫我們身體 我們身體有一種叫做 抗利尿基礎 那抗利尿基礎跟咖啡 綜合掉 變什麼 利尿 身體的 抗利尿 它可以讓你比較 不會一直長這個 這個東西 把它給拿掉 把抗利尿基礎 拿掉 變什麼 利尿 所以 喝咖啡 喝綠茶 喝奶茶 這些都 非常不建議 否則 非常不建議 所以齁 你如果說齁 家裡夠有錢的話 對不對 然後媽媽對你也很好 你就說 媽媽 冠家好 我們考試當天 你幫我打 什麼呢 打西瓜汁 給你準考證 一人一杯 讚喔 每個考場都設 對不對 西瓜汁 然後你只要準考證 就給你喝一杯 然後你的西瓜汁 還可以加綠豆 還可以加奶茶 沒有 沒有 那你就可以幹掉 你們都有經驗 考試 七十分鐘 十分鐘的時候 你想 上廁所的時候 你覺得之後 你要寫下去 所以齁 所以齁 大家就幾支 有沒有 然後叫媽媽在各個考場 平西瓜汁 一人一杯 七百CC 那你還可以自己 可以再加奶茶 因為假針就沒有 我們只能加綠茶 奶茶 咖啡 對不對 還有加綠豆茶 讚 所以飲料 我會建議同學 你就只要喝水就好 像這些東西 你都不要喝 因為喝下去 都會讓你想要上廁所 那你也知道嗎 想要上廁所 那你考試 也最好小心這個 再來 睡午覺 睡午覺這個也是要小心啊 像那個 有睡午覺的 也像我有睡午覺的習慣 很多同學都有睡午覺的習慣 你一定要睡午覺 要不然的話 一張沒有睡午覺 你笑就完蛋了 所以 你可以買那個耳塞 買那個耳塞 來塞 那我個人的建議 因為我考大考的話 我會找家 找我爸爸 我們會很早 就去那個 考場站位 站車位 然後站車位幹嘛呢 中午的時候 我會直接從考場 走到我車子裡面 那我車子 爸爸已經把容器都開好了 所以 有爸爸在旁邊睡覺 你會比較安心 對不對 時間到有爸爸會叫 那你如果說 你在那個休息室的時候 有時候你不曉得 你的人緣怎麼樣啊 對不對 對啊 那有時候 在休息室睡的時候 還有幾分鐘 還有十分鐘 對 還有20分鐘 對不對 你會有那種 時間上的壓力 還有十分鐘就要考試 還有五分鐘就要考試 你睡覺會有那種壓力 睡得不好 然後如果說真的不小心睡著 對不對 那同學對不對 看一看睡覺 人緣不好 那你體驗完蛋了 要不然 睡覺最常是什麼 就是吃到一半 對不對 已經快要做夢 快要做夢了對不對 突然有東西也做不到 就做 欸 不好意思 對不對 那種感覺是不是很差 對不對 然後你被 嚇到醒過來 你會發現精神來了 對不對 那你要再睡什麼 就很難 所以齁 我會建議啦 同學就是 如果說爸爸媽媽 就是在車上 直接冷氣開 你在車子裡面睡覺 會比較 會比較放心 因為爸爸媽媽會叫你起來 對 爸爸媽媽會叫你起來 然後你說 會不會被他撞對不對 睡覺睡覺被他撞 那機率很低 很低啦 很低啦 所以像我的話 我會在車子裡面 欸 冷氣會考試 現在考試的溫度都還蠻高的 好 冷氣都調好了 必須 很舒服 就這樣 好 可以 我 我也建議 你有睡午覺的同學 你一定要睡 好 再來 早午餐齁 我覺得要做到不飽 不飽 整個過程你要做到不飽 不飽 為什麼 因為 你們都有經驗 對不對 去吃吃到飽 吃完有沒有想幹嘛 我現在就想要放晒 要不然來 吃到最後就是溫溫沉沉的 對不對 欸 大家去吃吃到飽 都這樣 吃到最後對不對 吃到溫溫沉沉 然後同學 跟你什麼醬油加可樂 再加什麼芥末啦 然後再加什麼 湯汁啦 再加果汁啦 在上面再弄一個冰淇淋 裡面 你也是拿來喝 對不對 喝到最後人都溫溫沉沉的 吃飽飯嘛 就會想要睡覺 所以 那個 想要這樣 一早餐吃在飽 考試就很難 考得好 因為你會想要睡覺 那 吃了太晚也有想要大便 這兩個 都對考試非常非常的不利 所以要做到不飽溫沉 那怎樣做到不飽溫沉 個人的建議 就是 你要早上吃起來 你會不會落塞 好像 你在吃個饅頭嘛 或者煮食 或什麼之類的 每個人不一樣 像我的話 我喜歡吃飯糰的話 欸 我就把 飯糰 吃一半 我就只吃一半 到八點之前我就吃一半 吃一半以後 你就放一口在飽溫 對不對 欸 然後 然後等到 十點多的時候 是不是有休息時間 有休息時間 我再拿那一半起來 剛剛飽溫的對不對 我可能再吃一半 要是很餓就把它吃完 對不對 欸 然後 就一直到中午 然後中午的時候 那個 已經要辦法買到冰檔了 好 你要辦法在車上 冷氣開好 便當準備好 直接到車上一口吃 那一個便當看起來很好吃 要不要把它吃完 不要 那要吃多少咧 大概我建議啦 三分之二 好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就好 那這樣很浪費啊 那剩下的很浪費 不用怕 你放在地上 快跑回去吃 所以 你不用怕浪費 齁 就是吃個一半 二分三分之二 這樣就好了 好 你不要再吃 吃到那 就只有這樣大大人 然後怎麼笑 又入分層層 那吃太飽真的 都會這個樣子 那吃要吃 清淡一點 好 再來 絕對不要對答案 絕對不要對答案 同學都會有經驗 對不對 那個 每次的同學 考完吃的時候 欸 你不覺得這超簡單的嗎 哇 太簡單了吧 哇 你會發現 會這樣講的同學 都是考得很大 對 能考到很好的同學 齁 這是難報的 對不對 然後考試成績出來 給夾夾 好 不過不會寫 對 所以齁 你如果說 考試的時候 你會聽到同學 哇太簡單 心裡一讚 你不要相信他 會這樣講的通常考得很大 會考得很大 會考得很好的 但是通常不會這樣講 好 那 你也不要跟他對同學 也不要跟同學對答案 好 因為 同學 如果說他成績比你好 結果 有一題 你不知道 那你問他 他說他要寫A 你寫B 把你叫完蛋 對不對 齁 那 怎麼辦 那 心裡就很難過 你的心裡就很難過 結果 到最後結果 他錯 你對 那這樣 你不是給料的嗎 懂嗎 你如果說 你認為他對你錯 然後你 停想到之後考試 停想到之後考試 那 同學 結果是 他錯你對 那你這樣子 不是後面就很圓忘嗎 懂嗎 所以完全 不要跟人家對 人家問你都不要回來說 不知道怎麼討論 完全不要討論 我曾經 合一個朋友 他是 台大機械 他跟我講說 他當時 考那個 物理科的時候 問題 選擇體 他錯事 欸 這很嚴重 可是他後面全對 他就走出那件事情 你想要是他有對答案的話 他之後 他的心情不會說到你什麼 不會 還好他沒有對答案 他是最後的時候 全部都考完的時候 他才去對答案 如果他當下 他馬上去對答案 因為考場有時候 人家會發達答案 那個發達答案 他要知道錯路 都要笑 整個就會影響 再來 人家如果去考場發達答案 給你 你要不要看 不要看 原來有的時候 非常短的時間之內寫完 老師寫螢幕的時候 會寫錯 也會啦 那會造成一樣的情況 你以為你寫錯 事實上你是對的 啊那個 老師的錯 你以為他是對的 而影響到你之後的考試 這也是理智之群的 所以會建議同學的考試 絕對 絕對不要答案 那同學在講啊 都不要聽都不要聽 都不要聽 可以說 考完是要對 沒有 沒有 考試對答案幹嘛 你把整天 考試考完 你上哪一間 已經確定 這是你不知道 對不對 像 有時候 當時 考完試以後 中午考完 然後我中午就跑出去玩 玩了兩天 然後就回家 對啊 那你問問問問問答案 沒有啊 完全問問答案 因為那時候都有用嗎 錯就是錯啊 那你去把它定真 要幹嘛 六一一一樣 對不對 哪一間學校都已經確定了 所以 我 當年錯哪些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難得問答 對啊 那時候人家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 然後我聊 我知道我幹嘛 對不對 所以 隨便你都知道 在考試當中 絕對不要對答案 再來 平靜的家人 如果說有 平靜的家人 可以考試的話 那 因為你們的 基因比較相近 所以你們的磁場 會比較有辦法 無益 那他如果說在外面 很平靜的話 相較之下 你在考試裡面 也會比較平靜 這是一個 陳大航派的教授 他所提出來的 他所提出來的 那 我覺得也有好處 因為第一個 他講的是對的話 那不錯啊 對不對 第二個 如果他講的沒那一回事的話 你有一個平靜的家人陪你的時候 有時候 你 心理會比較安定 比如說你橡皮山 啊 不然不見了 可以醒家裡 幫你買 還有那個 買便當啊 還有那個 處理處理啊 對不對 這個家人都可以幫忙 所以 找一個 平靜的家人 需要給你幫忙 我覺得是還蠻不錯的 還蠻不錯的 好 那你不要找那個 脾氣很暴躁 通常 爸爸脾氣好 媽媽脾氣就會很暴躁 通常 媽媽 脾氣暴躁 爸爸脾氣就會好 有沒有 有沒有 應該 應該是這樣子吧 很少那個啊 很少兩個都很暴躁的吧 每天回家 就是你菜刀鐮刀 砍來砍去 你也找不到 應該很少 對啊 應該是一個 比較兇憾 平靜 那你要找到平靜 不然在考場上對不對 動不動 你在考試裡面 聽到你媽在外面跟她吵架 欸 那是我的尾耶 你怎麼坐在那裡 好不好 對 心情有空 所以要找那種比較平靜 好不好 這樣會變得要行走 再來 A-Force 考驗 考試的時候 我會看到很多人 他會拿著一個行李箱 拖著行李箱 你知道嗎 然後 爸媽要陪台旁邊 或者爸媽要陪台旁邊 然後把他散了 然後坐在那邊 打開第一張進度實驗室 來 我跟你講那種好靠我 你帶那個後後的參考書去看 我告訴你那些都靠我 我們做一個有經驗 好 為什麼 你這麼短的時間 你有時間去讀那些很像有出嗎 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對 所以咯 我們都會在考前 比如說 一個月左右 我們就會開始寫A-Force 寫什麼A-Force 把一些 你不想背 但是有機會出現 比如說 火星大小 例如假設被子蓋拿起來 你覺得 你不想背嘛 那你把它寫起來 然後或者是 你背不起來的 直線運動式的工資 你怎麼背都背不起來 你把它寫在A-Force上面 或者是 它一定好 但是你背不熟了 那也可以寫上去 所以你可以把這些 把它寫在A-Force上面 然後 每次考試 直接吃都會有一點點休息時間 你就把那個 趕快背起來就好 趕快把它背 就背那幾張A-Force 背完以後 一進去 馬上看考卷有沒有 沒有 忘掉 就沒有辦法 那如果說 有的話 就趕快把它寫上去 如果說你要看題目的速度很慢的話 你就乾脆把一些 你覺得一定會忘記 比如說直線運動 考卷一發下來 馬上寫上去 馬上就寫在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屏幕券上面 或者是 嗯 佛信表 馬上就把它寫上去 然後你再去看看題目有沒有 真的嗎 就是你 這一段時間 這個十幾 大概二三十分鐘的時間 你看什麼書 我今天都謀好了 應該看那幾張A-Force 所以如果說 你在考場看 我看到同學 有整理幾張A-Force的字 我跟你講 那是高雄 那就是高雄 因為他把所有的精華 應該講說 那每個人 每個人的A-Force 寫的內容應該不一樣 因為有一些東西 我覺得很簡單 有一些東西 你覺得很簡單 所以大家的A-Force 寫出來 那不太會一樣 那你不要去拿那個 你不要去拿那些全部的那種 那種 擺背 那種就沒有用 就是全部的參考書啊 還有夾那種公司啊 那種沒有用 因為 那個不是你弱的 你最後的時間 要把時間花在高果上 你要去看 你不會 但是他有機會考 所以A-Force 再來 女生要注意啦 這個事實上我以前都沒有 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好 一直到我在那個 考那個 醫師的時候 考那個學生後 中醫的時候 那個同學也不太遲到 那女生喔 如果說 你剛好驚奇第一天 晃到考試 那大概就 不會很慘 不會很慘 所以喔 因為我在看考試前 有一些女 有一些女生在吃藥 我說你在吃什麼藥 她還給我講說 是要調整技巧 要考 好像是一個禮拜之前 就要開始調 吃那個調技的藥 那你說吃什麼藥 我不知道 那你要去 問那個醫生啊 就說 他好像可以 吃藥可以把那個 驚奇給你透 然後不要讓他吃 在第一天 或第二天 因為第一天第二天的 那個身體會很痛 那考試就比較 就考得不快 對不對 你看那個沈家也就知道了 對不對 對啊 沈家也就是肚子很痛 考得好嗎 對不對 所以女生要注意啦 如果說 你自己計算 他好像是 差不多是那個時候 那你可能自己 要想辦法把他命開 好 最後 欸 再講一下這個作文 這個作文要怎麼寫 其實喔 同學 如果說 有 一二三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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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然後你要寫名言家具 最好是寫一段 跟一四段 我有同 我有那個學生 我就跟他這樣講 他的那個作文就是他的 優勢以來的最高分 我覺得當考是最爽的 會考 考出來的成績 是說模擬考裡面最高 是最爽的 對不對 對啊 他說他那個 欸 作文拿了六幾分 他是用這種方法 欸 但他本來文筆就不錯啊 就是說 只用這個 這個方法 就是第一段跟第四段 要開頭 你要用一些 名言家具去寫 為什麼喔 因為同學 大部分喔 老師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 他要看完一份 老師在改這一份 可能都是算秒 那你覺得他可能 服製服去看嗎 不可能 然後看一看看一看 然後就馬上就 合身就出來了 所以第一段 第四段 想辦法寫名言家具 像哥哥的話 我就幾乎 早些都是名言家具 為什麼 因為我的作文喔 整個都是 幾乎都是 早就已經準備好了 就是 不管的題目是什麼 我的都是這樣寫 我的是萬用我的 所以 我從國中考 高中高中考 大學大學考 研究所 都還有在考作文 全部寫的幾乎都一樣 第一段 生命不是只求一己是生命 而在此求人類萬事不求之生命 只有能為全人類全體愛 其實難道自己照亮別人才是勇敢的永久 社會中有光明就有黑暗 有天理之間有白天就有晚上 從光明面 我們看到射箭解放 電視操守不敬 心理其人同時 從黑暗面我們看到小的邪惡 堅定狡詐 這是義憤甜言 我都是寫正反兩面 欸 白痴是不是都會有正反兩面 對呀 會把正反兩面 整個都摸上去 然後想辦法跟題目連在一起 對啊 然後我就會有一段寫知詞 知詞也很重要啊 厭屬飲和 厭屬飲和不過滿腹 赫赫淒淋不過一支 就是滿腹落水餐間之趣 一條也是滿足 草木的容忽人類的生死 或是生命由有限走向無限的異生 如果在生存之中集聚有何 電視今天是什麼門 所以活下去在裡面 所以我寫作 你要跟他默寫一下 所以我底下分多少 而且我的 其實都是黏液在一堆出來的 所以我的分數一定都是中間天高 我不會去做 我不會是最底間的 因為有點沉沙漢這樣 但是有一點點水準 所以一定是中間天高 所以我以前當建造的 我做的都沒有 沒有在什麼補習啊 跟什麼來加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我全部這樣子寫啊 到最後想辦法跟那個題目黏在一起 對啊 那這樣怎麼可以把這個萬肉文給我們 不行 抱歉 向來我這個萬肉文只能單傳 我說每年都只傳家教 我的家教 為什麼不能發給大家一起爽 很簡單啊 以前我們在考試的時候 在讀習班的時候 那個有個英文老師 他就講說 他在準備教 他在準備同課的 教同課的那些學生 有一年 最後一次 題目 命中當年的作文的題目 我最難忘的一件事 結果 當年 一堆學生 最難忘的事 都是出車禍 而且 都斷了座腿 你現在應該知道什麼意思了 第一個 老師跟他也不錯喔 不錯喔 你三個也怎麼用 都出車或鑽多歲 每個都出車或鑽多歲 對啊 那個一個班 影響兩三百人 對不對 北中南疆影響起來 一年 考試 那個考生裡面 一兩千人 都是他的學生 大家都是 斷了座腿 所以為什麼不能傳下去 應該知道 第一個 寫哥哥的 關詠文的 欸老師會覺得不錯 第二個 第三個 問題 對不對 到時候要是報紙翻出來 什麼都沒有 沒辦法 還有喔 那個作文也是啊 你不要那麼說自己 覺得很有趣 把他寫上去 前幾年 有個學校 他就是 寫說什麼 一隻 如果我是一隻小 有沒有 然後他從 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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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天都是在寫 雞 分數高 分數高 好 因為老師覺得好玩 但是同學 那是學校裡面 老師會這樣子 如果說是在外面的話 你想寫 那是英明的 所以不要想說 自己可以創新 然後可以寫那個 很有趣 有沒有 好小 或者是 有一點 那個 跑大學的題目 他是